这是PS5版本的极品飞车22 我之前玩过极品飞车21 这个22相对于21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基本上玩法我感觉区别不大 但是它的画面 它的帧率都是非常好的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 就是它进游戏的速度快多了 离开车铺进入城市的速度 时间也很短 音乐还是很好听 是那种有节奏感的音乐 游戏分两个模式 一个是故事模式 也就是单机剧情 一个是线上模式 联机对战 听到了吗 简体中文的配音 全程中文语音 我以前看过这个22的宣传片 可能是被宣传片给带歪了 我以为是漫画风格 但实际上并不是 它这个漫画风格是特效 车和背景的山啊树啊城市啊 还有大楼啊都是非常清晰的 画面非常好 特别的真实 比21要真实的多 赛事有晚上有白天的 光影效果真的不错 特别是光的效果 而且还有路面的反射 如果说没有光锥 我都不太相信 而且路上有行人 你们看到了吗 但是行人是撞不到的 他们躲闪的特别利索 另外我在玩的时候 我感觉啊 这款游戏更多的注重飘移 尽量不要按方块飘移 按L2刹车飘移就可以了 另外在飘移的时候 在刹车的时候 要松油门这样比较稳一些 PS500的基本飞车22 它是支持PS5手柄的力反馈的 手柄震动 适配的很好 下面我们看看线上模式 这个游戏就算你没玩线上模式 开头的那部分也是需要联网的 需要验证 这是线上模式 寻找游戏 正在匹配 我现在用的是迅游加速器青春版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价格比较便宜 性能也比较稳定 机品飞车22的画面真的很棒 现在是田园风 这小树 这小天 这小云 这小车 速度感十足 4K 60帧 具体是不是4K 还是动态4K 回头我再确认一下 要到达比赛地点 才可以进入联网对战 一般这种地点都是在桥底下 再往里开一下 接近几回地点 然后呢 按X 选择你要加入的比赛 随便选一个了 然后按上键 就用我这辆高尔夫GTI 你看车的轮胎 还有轮毂 还是很清晰 很真实的 很低震的 速度赛 火力全开 人物都是漫画风格 我觉得这个主人公 这个人物角色 有点像七龙珠里面的18号 那个马甲 还有那个发型 都像18号 这六位可都是真人啊 你们看那个路面反射了吗 像不像有光追的 它这个速度线 是这种漫画风格 现在还是联网对战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加速器呢 是因为像这些 多人联网对战游戏 他们的服务器都在国外 我们在国内 去访问这些服务器的时候 一是不稳定 二是速度慢 三是延时很高 我们可以借助加速器的VIP通道 比如COD19战区2 如果没有加速器的话 我们根本就登陆不进去 只有借助加速器的力量 才可以正常游玩游戏 而且它的延时很低 而且很稳定 还有力于比赛成绩 我感觉冲着这个画面 这游戏就只会飘家 但是建议普通玩家 还是先忍一忍 等了它打折 或者进EA Play的会员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小风景 以前极品飞车里边 有这么好的看的风景吗 可能也就是那个16代 是不是有地平线5那味了 但是它和地平线5是 完全的两种游戏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